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每次糖浆收成咯 这一次呢我们总共花了13天的时间 因为前七八天啊 前一个礼拜那个天气都还不是很温暖 都还下雨 然后气温还蛮低的 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会拉长 像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啊 才第三天 你看它溶出的糖汁就非常的多 所以温度啊 气候啊 湿度啊 对我们在做置物啊 其实它的影响都还蛮大的 都是很大的变因 这边要做的动作是 我要把梅子跟梅子糖浆分开 因为我要去煮梅子糖浆 这个梅子啊 你可以单吃 然后你也可以把比较干的那些啊 梅子拿来做料理 我在影片当中都有示范过 炖猪肉 炖鸡肉 炖五花肉都有 都非常好吃 很天然的调味 很漂亮哦 还是有一些梅子还很漂亮 那个等下就把它放在瓶子里 煮梅子糖浆的时候啊 小火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煮它呢 因为其实糖本来就是很天然的防腐 那我们去煮它的时候 一方面让它更浓稠 一方面也让它停止在发酵了 那再来就是让它的水分稍微煮干一点 这样子在我们保存上呢 都会更加的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期限 把它装瓶 放冰箱冷藏呢 半年以上没问题 我自己呢 有一瓶已经放两年了 我冰了两年都没有开过 然后我前几天把它打开来 我发现那个美智糖浆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呢 我没有鼓励大家跟我一样放这么久 因为每个人的冰箱的功率啊 冰箱的状态 冰箱的能力 还有你怎么保存东西 都有很大的影响 只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类的东西呢 时间是美味的创造来源 好了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今年做明年你就会更厉害咯 我们下次见